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想以后都是兰斯的积老福利 我们还有什么动力冒险呢 去玩女装山脉都比你这个强 不过这个诅咒留了个后门 如果女方等级超过35级 就不在诅咒范围内 但是只要H一次以后 就会重新回到一级 于是我们的兰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 解除诅咒 又踏上了自己的冒险之路 我不知道观众老爷们有没有一个整体观感 就是兰斯巴的剧情 比起七九十显得总体上比较凌乱 就是你一时间很难几句话说清楚 该做的主线到底是啥 能想到的往往是量大又碎片的各种任务 第一个原因我归结于 因为本作的时代设定是一个和平年代 没有前后座里亡国战争的战火纷飞 战况进展是痕迹最清晰的主线脉络 而在和平岁月 东走西逛 南墙北条 用各个独立并且和主线关联不大的任务 去刷刷刷来呈现 自然顺利成章 虽然这种模式没有攻城掠地的快感 但是老玩家都明白 兰斯系列那种深入骨髓 无厘头的快乐 五年不见 还是那么熟悉又亲切 哪怕我们就是跟着兰斯去农场产分 也会感到乐此不疲 兰斯这个人说的深入人心 让这个世界对他的群体反馈 都变得各种黑色幽默 比如明明人家抓捕了卡拉 他非要先上去插队享用 人家还不敢说什么 让他玩完 他还把卡拉给放了 这种毫无功德心的行为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 却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要去横扯 既然任务有趣 那么玩法呢 不好意思 这里我必须要吐槽 本作的玩法太糟糕了 面对琳琅满目的任务 对蓝丝世界充满好奇 和期待的玩家们 肯定都是想努力一一探索 但是你刷数据 迷宫复杂 欲敌率高 这些我们都忍了 你这个技能回数限制 到底是几个意思 这就直接导致 我们在迷宫里 尤其前期几乎寸步难行 没走几步 BOSS还不知道在哪呢 全员就无法行动了 那你到底让不让我们探索了呢 我知道只要不停练机 设置技巧 可以慢慢改善这个问题 但是前期这样的层层限制 极大的磋伤了玩家的探索欲望 面对这种情况 你牛爷爷只能推荐 开修改器 单纯为了看剧情 享受任务细节 但是作为一个RPG 失去了玩法系统的钻研 真的堪称在哪 本作里的五王兰斯 再次经历了人生的蛻变 为人妇自然是无法拒绝的喜悦 但最让青春阿普动容的 还是凌女的离去 这个在战篮里 就和玩家们建立了 深厚情感联系的女人 终于在本作里 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和她一起的冒险 能躲避陷阱 直接忍杀对方大将 我们已经习惯了 她的陪伴左右 她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离去的时候也是快乐的 虽然兰斯跑有无数 并不会因此闲置恭维 但最终还是让我们的心头 缺失了一脚 原来尖嘴也有纯爱啊 我们看着她若有若无的 打探着解决西路冰封的办法 心努力性子笨手笨脚 委屈被欺负 却死心塌地 和西路影子的重合与呼应 原来真爱不可替代 五王亦能找尽 综上所述 蓝丝八 我给八十三分 一个故事一如既往有趣 游戏玩法 极具争议的刷刷刷型 RPG 这个系列做到现在 是个极少数 纯爱党牛头人 都能找到乐趣作品 鬼术王华丽转身以后 两边痛吃 也不足为奇 蓝丝系列 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每一个具体任务里 随数可见的任务对话 总是莫名的能戳中 你的笑点 虽然我知道 因为时代变迁 地狱压制已经变得 越来越不讨好 但是对比前作 蓝丝八 终究还是不能复刻 那样的辉煌 最后 本作存档系统奇葩 也是槽点 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蓝丝八 是有北美步兵版的 大家赶紧去找来试试吧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同台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 按下打个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